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日一周工作日记更新 绿色的字体再配上一首一名声长的小诗 与其说是凑满一面 不如说是小孩子秀于表达 只好将情感藏于诗中 当然对于这首诗最简单的解读方式 大概就是把梦替换成王源 3月20号 王源更新微博 近期超火的韩剧《太阳的后裔》掀起了一番军装热潮 紧跟潮流的袁哥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呢 军大衣 墨镜 水弹枪 听说大家都喜欢这样的面 没错啦 不过相信大家最喜欢的还是袁哥啦 3月21号 此前却有消息称王祖兰前辈加盟超少年密码 而王祖兰也发微博一展画工 你看出来画上哪个是王源了吗 当事人王源称 祖兰哥哥我真的没看出来谁是谁 绝技即将进入宣传季 王源作为首个登上五大杂志时尚COSMO封面的00后 当日与女神范冰冰姐姐一起拍摄 现场冰冰姐对王源很是照顾 并亲切地称王源为清洗宝宝 而两人在一起拍照 也被网友称为女王和少爷的合照 那么这么重要的杂志 为了袁哥 旁边们是不是也要展现购买力MAX呢 在此我只想说三个字 买买买 3月22号 王源与绝技剧组参加王牌对王牌节目一支 现场郭爸爸和其他演员前辈都对王源照顾有加 录制过后 郭庆宁导演接受采访 谈其王源 爸爸也是赞不绝口 很活泼 大家都很喜欢她 所以她也不紧张 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跟她感觉很合格 虽然年纪可能比我们小很多 但是感觉上不会有什么太多交流上的展览 所以她在剧组里面 在片场里面都非常的放松 也不会有人好像好紧张 或怎么要跟范冰冰对戏了 我不太敢那种 我不太敢 她其实很自信 而且她的表现都非常好 明日 王源字体上线 如此工整有力的字 天品们赶快去get吧 3月23号 QQ音乐巅峰盛典 已经经历过大大小小 许多舞台表演的王源 在此次盛典的表现 已经算得上市成熟 后和音贯穿全场 撑起整个合唱 而本次升典的一大亮点 大概就是这个舞蹈 在连续三天连周转赶场的情况下 王源依然能将这个高强度舞蹈发挥到极致 为王源尖叫的同时 我们也要给敬业努力的原歌点赞 颁奖典礼自然少不了偶遇 再一次见到林俊杰哥哥 小源是不是很开心呢 听说林俊杰哥哥和李荣浩哥哥 都要为组合写歌 大家真的超级期待 当然王源怎么会放过 同前辈交流学习的机会 在台下 王源也与朗朗哥哥 进行了一次指尖上的碰撞 本周专属王源的新闻联播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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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五时间 我们下周 із猜中 慢慢关业 一ashed 估计准备